将近半百年岁月的光复乡公所旧大楼建筑 因为新办公厅社将在原地兴建而拆除 乡公所今天特别办理了拆除 既以祈求工程能够顺利 历任的乡长包括了陈文光 陈从成 林源锐以及黄荣成 谢中渊六位历任乡长都到场 和历任乡长林清水 共同见证历史的一刻 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得 光复乡公所旧办公大楼今天将拆除 乡公所特别选在上午11点量成及时 准备满桌丰厚的祭品 大家奔向祈求地基组 保佑拆除工程平安顺利 除了县政府名正处县消防局 以及乡待会主席和工程包商 六位历任乡长 依序从陈文光 陈仲成到林源锐 黄荣成 谢中渊也都特别到场 与现任乡长林清水 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展现历代交替 团结的氛围 当初我就先跟我们中办来联系 希望能够让我们改建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 经过很多挫折 然后慢慢的 现在就由我们林乡长 在他的手上来执行 也希望我们这个大楼建好以后 我们的光复乡运会更苍隆 包括第一位正式提报计划 争取辟贱大楼的时任乡长黄荣成 历任乡长对于旧大楼都有许多的回忆 但也相当期盼新大楼的辟建 能够为光复乡带来新气象 乡长身体比较不好没办法来 之外我们所有利润的乡长都来 这些都他们光复乡这几年建设 就在他们手下来完成了 真的我接任者的想法的立场 真的感谢利润的乡长来的辛苦付出 在12月30号标出的工程费 不包括设计建造费用 我们总共是7666万 我们总共有三层楼半 大概800多坪 以后空间会比较大 然后有两个电梯 所以老年人来恰工 也可以很方便 光复乡公所就办公大楼建筑 在民国60年元旦落成启用 至今也将近半百年的历史 今天完成拆除记忆后 工程包商预计花10天的时间 全部拆除完毕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好 好 好